各位網友大家好 想不到2021年最後一天 又要研究一宗車禍 就是一個小巴 在油麻地撞到一個男子 竟然拖行十幾公里去到全班才知道 我們就研究一下他的路線 首先那個小巴 就應該是左燈道往屯門 它是寫著直通車的 為什麼走那麼多路才發現呢 聽說他就由寧波街轉入廣東 撞到人 我們看回他的車程 因為他經過西九龍走廊 那裏是不停站 加上直通車可能很多站都沒有停 因為有人報警 所以去到荃灣警察截停 才發現男人在車底 所以聖經說 證明的人見莫多床了 無論是開車或過馬路的人 都要小心 要不然 就可能遇到交通意外的了 希望大家 小心了 再見